人从出生开始就被自己的眼睛所见 耳朵所闻 带领到一个自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 影响我们最大的因素 包括传统习俗 家庭背景 父母思想价值观念 教育程度 成长经验中的得意失败 与挫折苦难 一切酸甜苦辣让我们相信 人生早被注定 一切无奈与无助 更让我们宿命 世俗一切都使我们迷信与无知 信心夫人蔡新秀 传授大家中国古老的命理哲学 紫微斗数 如何打破迷信与宿命 知命创名 做自己生命的魔法师 刚才到最后谈到这个周年为期的这个故事 加了三个老公 三个老公都 那我就很好奇 因为我也有一个朋友 那他也是这个去年丧偶 那他也不一定说要结婚 只是想了解说 自己有没有这个再结婚的这样的可能性 结果他也来学了 跟夫人学了紫微斗数 之后他发现说 他好像不适合在家 好像在家又会步上同样的后尘 那我想请教夫人 他已经自己可以看到出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一个破解的化解的方式呢 谈到这里呢 我们又谈到了所谓的基本面 就性格的基本面 是 新夫人常在谈说 知命创命 知命创命 怎么样能够知命创命 就是要了解自己的性格 一般的人 他对事情的弹性 如果是非常的低 就是说 他的个性非常的固执 非常的主观 非常的不太容易被别人所改变 这样的人呢 他人生的命运 是这样的一个注定的时候 他比较难 难去改变 那因为他为什么会难改变呢 因为他的思考逻辑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固定的 他很难做灵活的应变 就好像说 他平常都吃甜的吃惯了 那么你叫他今天不要吃甜的 他会觉得说 我今天好像没吃到东西一样 那如果对一个弹性比较大的人 他会认为说 我今天没有吃到蛋糕 没有关系 我可以吃一碗甜汤 因为他都是甜的嘛 那都可以代替 选择性会比较多一点 他可以代替 那所以呢 我在只会抖出有声书里面 在传递的一个思想 就是说 当你发现了 你的性格是一个很固执的 很不能改变的 弹性很低的 那么你就开始要去改变 这样的一个特性 当你改变这样个性的时候呢 你往后对事情的选择 事情的决定 你做事情的态度 你就开始改变了 比如说像刚刚谈到说 那个朋友 因为他已经结过一次婚 死了一次的账户了 那他要不要再结婚 当然还会期待再结婚 这么年轻 对不对 那这个饮食难逆 然后再加上心灵的空虚 我想这个 一定都会的 一定还会想再有个伴侣 可是如果说 他的性格没有做改变 他能量会去选择 他这样的对象 然后呢 在冥冥当中 会牵引着又会 对 在冥冥当中 他的命盘的 夫妻公的组合 跟他的 不利 不利 六亲的 命运的性格 又会兑现 会冥冥当中 又牵引着他 去找一个这样的对象 找一个这样的对象 来搭配 这个叫做命定 是 这个叫命定 改不了了 改不了 所以一般的人会认为说 算命 命都变成 他就一定这样 那心理夫人为什么说 命可以改 命可以变 命可以改 可以变 就是你要先改变 你这样的固执的性格 如果说今天是 我是他的话 那么我可能去思考 结婚并不是唯一的路 婚姻不是绝对的 因为第一个 如果夫妻公司很不好的话 那你不如就怎么样 不如就不要去往这条路 另类思考 反向操作 那你当你反向操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你的性格 跟你的那种 对婚姻的看法 对那种需求 可能有了一些转变 那当然有了一些转变以后 那一个不幸的事情 那个不幸的命运 就远离你了 他就远离你了 他就远离你了 所以这好像跟 一个磁场有关系 如果说你个性不改 永远都是在 不好的磁场里面 然后就会吸引一些 不好的事情会兑现 没错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说 算命就是要请 算命人告诉我们 怎么化解 怎么改运 怎么改运 自己不改 他哪有办法帮你改 你自己都不改 谁能够改得了你 对呀 所以所谓的知命 创命 其实以我们夫人 真的他非常前瞻性的思考 就是说 我们自己个性 要先做个改变 那你就可以去影响 周遭一些事物了 新西夫人的 紫围斗书教学有声书 在里面 有一百多颗性的一个说明 针对他的长相 个性 还有他心跟心之间的一个 结合之后所产生的特质跟变化 他会造成什么样子一个危机 或者说造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您能不能及早做个预防呢 当然可以 只要从现在开始我们来学习紫围斗书 您可能看过这个古书所写的这个紫围斗书 有看 都看都不 但是透过新西夫人 在这一套教学录音带当中 九百分钟的时间 连慧如都可以看得懂 所以呢 我相信听众朋友 大家都相当的有智慧 一定可以学得懂的 只怕您不来学 大家一定都学得会 而且你可以反复聆听 一直聆听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